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相信網路已經是你我每天不可或缺的工具 不管是手機、平板還是電腦 沒有網路就好像沒有生命一樣 甚至像是像 你沒有網路的話 幾乎就完全不能使用 所以網路的品質與速度就非常重要 而且隨著通訊技術的進步 像我們現在行動網路都已經從4G升級到5G了 那麼你的家案網路也升級了嗎? 今天阿達就為大家科普一下 你的家案網路該升級了嗎? 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網路升級分為三個重點 第一個 為什麼你的家案網路應該升級 第二個 家案網路升級的方向 第三個 家案網路升級的花費 那麼首先我們要先了解 自己的家案網路是怎樣的一個狀況 接下來我們才能思考該不該升級 通常我們講家用網路的話 我們會分為對外網路跟對內網路 簡單來講就是外網跟內網的區別 那外網最重要的就是對外連線的速度 但是對外的網路速度 它是取決於網路提供者 像是中華電信的光纖 或是像台灣大光頻 中加寬頻這種第四台業者等等 然後常見的網路速度 它有分為100、200、300跟500Mbps 甚至現在有1GB的BPS 還有目前的家案網路最大值 是有2G的BPS 但其實這樣講或許對很多人來說會有點陌生 那我們換個方式來講好了 相信大家對於手機用的4G或5G網路 會比較熟悉一點 那麼100Mbps到200Mbps的速度 大概就等於4G的網路速度 那200Mbps到1G的速度 大概就是5G的速度 這樣講大家會比較好理解 但如果真的要量化的話 我們還是把這個數字 講得比較清楚一點會比較好 簡單的來說 我們將網路速度 我們的單位是MegaBPS或GigaBPS 也可以寫成Megabits Per Second 或GigaBits Per Second 這跟我們一般電腦傳輸的速度是不一樣的 一般電腦我們在講傳檔案的一個單位速度 是Megabyte Per Second 或GigaByte Per Second 而這兩者的差異 主要就差在byte跟bit的差異 一個byte等於8個bit 所以就單就數字來講 這兩者有8倍的差距 我們再舉個簡單例子 如果我們用4G網路保守一點的網路速度 大概是100Mbps 這個時候我們要傳一個 1000Mbps的一個檔案 那我們就需要80秒的一個時間 算是大概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們要說這兩者的區別呢 這對於我們有沒有必要升級網路 有什麼關係 後面我們會提到 所以說回外網的速度 如果你的方案還停留在100Mbps或200Mbps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考慮速度更快的500Mbps或G 說完了外網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內網 內網主要要幹嘛 就是說如果你有兩台電腦 他們要互相傳檔案的時候 他們就是會用到內網 或者是說你有台NAS 那你的電腦手機平板要傳檔案到NAS的話 這個速度也是內網的速度 所以說如果你在家要丟檔案去另外一台電腦 有時候速度很慢 那就是因為內網慢造成的 但其實內網的速度 往往才是我們需要升級網路的最大關鍵 一般我們常見的內網速度大概就1Gbps 甚至可以99%跟大家肯定 一般人家裡就是這個數字 為什麼呢? 因為內網的速度是取決於你的網路卡 還有你的交換器 只有這兩者的速度都達到 那整體的網速才會快 像是現在很多電腦 出廠就搭載了2.5Gbps的網路卡 但是因為現在主流的交換器 大部分還是1Gbps 所以這時候你的內網速度 就已經會被限制在1Gbps了 這時候如果你想要你的內網速度加快的話 你就需要升級你的網路設備 所以總的來說 如果你要對外連線速度快 這個時候你應該要申訴的是 你的網路方案 就是你要找你的電信業者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你家裡 內網傳輸速度快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要升級的就是你的網路硬體 好既然我們要升級 那我們總要升級方向吧 那這時候就說我們前面最重要的一個 傳輸速度部分 通常在外網部分 取決於你平常的使用習慣 如果你是同時會下載很多檔案的話 或者是家裡有很多人同時在看影片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你就需要考慮 把你的網路來申訴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像是我們看YouTube 或者Netflix的4K影片 這樣的建議流量大概是20-30Mbps 那麼如果你還要做其他事情 或者是家裡還有其他人在使用網路的話 這時候你就要去算一下 我平常上網需要多少網路速度 這樣子你才能量化出你所需要的一個網路速度 一般家用大概就是50Mbps到100Mbps就夠了 所以現在甚至很多人用手機熱點 你家裡都沒辦 但是隨著你的網路需求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家用網路 最好就辦到200-300Mbps 用起來會比較舒服 那加上這之前年 500Mbps到1Gbps的速度也調降了 搭配優惠方案更是可以一次到位 即使家裡人再多 上網也不會覺得卡卡 而這幾年才推出了2Gbps方案 很多都是給小型企業或工作室才會用到 像我家用到1Gbps 那個電信業者問我說真的有必要辦那麼高嗎 我的就是有 不過這時候還要注意一點 就是我們使用的路由器或交換器 大概率都是1Gbps 所以如果你有用到2Gbps的話 你還是要申請你的印尼設備 因為通常你如果使用2Gbps的方案的時候 網路服務商就提供你一台新的路由器 這台路由器 肯定能夠支援 我們那個2.5G的一個網路口 但是你後端的一個交換器 或那個你的無線分享器 它的上限還是1Gbps的話 那你辦那個網路就辦 再怎麼用就只能用到1G 所以這一點就要特別注意 而內網的部分 剛剛我們前面有講到 大部分的路由器交換器上限 現在主流還是1Gbps 但是重點來了 現在大部分的主機板 或者是筆電 他們的RJ45的POR 幾乎都是2.5Gbps的網路口 所以很多時候你的電腦 是雖然有支援 但是你的中間端沒有支援 所以就像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因為市場機制的關係 大部分的人用的還是1Gbps的交換器 所以如果你想要提升你的內網速度 這時候更換一台2.5Gbps的交換器 就是你最快的選擇 當然有人可能會問 為什麼不用更快的5Gbps 還是10Gbps的那種機器 那麼問題就來 你有5Gbps或10Gbps的網卡嗎 那現在是因為你的電腦 基本現在出廠就自帶2.5Gbps的網卡 所以你只要換個交換器就好 你就能達到最快的內網速度 而且2.5G大概率 還不需要換網路線 因為2.5G的網速 其實用CAT51的線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你要用5G或10Gbps的話 你就連網路線都要全部換掉 那又是一筆超級大的花費 那像說有的人家裡 那個線還滿在管路裡面 你要重拉 那個我就覺得相當麻煩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天時 第一人和的時間點 你的電腦不用換網卡 你的網路線也不用升級 搞不好你的NAS 一樣也自帶2.5Gbps的網路路孔 那這時候你只要更換 對的一個交換器 你就能享受到更高速網路速度 所以目前升級2.5Gbps的內網速度 就是最佳減 最後我們來講講 升級網路花費 我們前面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你要升級你的網路 那最重要的就是看你的硬體支不支援 我們前面提到 不管是外網也好 內網也好 如果你的硬體不支援 你的升級都是無用功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檢查 我們現在目前缺少哪些部分 首先我們就從最簡單的交換器 開始說起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把你的外網 升級到2Gbps這個方案 那目前就有中華電信 跟中加寬頻這兩個選擇 而你只要升半裝機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換一台 自帶2.5Gbps的路由器 這個時候 那個外網路由器 你就不用特別去考慮了 只要接上一台2.5G的交換器 就能舒服的使用2Gbps網路 在此之前 其實超過1Gbps的交換器都很貴 不過這幾年 網路技術進步飛快 像是這台 你只要這台路由器 就全部無痛升級到2.5Gbps的網速 即使你的外網不升級 你這種內網有需求的話 也可以在只花2000塊以內的預算 就能把內網速度提高2.5倍 使用起來特別的舒服 那麼如果你想要連無線AP也一起搞定 那我會推薦你直接買個2.5Gbps的無線路由器 TP-Link目前兩大系統 一個Archer跟Decot Mesh 全系列都有2.5Gbps的連接庫 即使是最便宜的入門版本 一樣可以使用高速的2.5Gbps的網速 那TP-Link的Archer系列 主要是針對單層用戶 如果對於後端連接數量不多 那你可以選擇這台 Wi-Fi 6的Archer AX55 Pro 或者是這台 Wi-Fi 6E的Archer AX95 兩者的差異就在於說 他們對Wi-Fi 6E的一個支持 Wi-Fi 6E主要主要是6GHz的這個頻段 相對於2.4GHz跟5GHz這兩個頻段來說 6GHz幾乎沒有人跟你搶 所以在無線網路干擾上 就相對來說就會舒服很多 不會對干擾影響你的速度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 Archer AX95只有一個2.5Gbps的網路孔 而Archer AX55 Pro 它則是有兩個2.5Gbps的網路孔 一個可以給WAN端 另外一個可以LAN端使用 如果你想要接上NAS的話 那麼我會比較推薦你選擇這個 有兩個2.5Gbps網路孔的Archer AX55 Pro 至少從無線端到NAS端 都可以跑超過1Gbps的網速 而且Archer AX55 Pro 它僅要2690遠 就能享受2.5Gbps的高速網速 如果再搭配一台TLSG105M2呢 那麼就等於 你用不到5000塊的價格 就可以得到這麼一組 不錯用 而且性價比超級高的2.5Gbps的網路架構 當然啦 如果你要前章位來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最高階的這個 Archer B1800 它直接啊 就帶2個10Gbps 跟4個2.5Gbps網路孔 無線部分啊 直接就給你衝到Wi-Fi7啦 有線部分呢 就直接衝到10Gbps 不過售價當然是我們裡面最高的 而如果啊 你是多樓層用戶 或者是覆蓋面積很大的一個使用者的話 那麼我建議啊 你可以使用Backhome Mesh的系列 一般使用上 我就會推薦你入手啊 也是超高性價比的 這個 DECO X50 Pro的一個系列 DECO Mesh 系列呢 它的好處啊 就是在於啊 你可以自由的搭配 所以啊 DECO X50 Pro呢 它一樣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去選擇 你要兩個 還是三個 還是四個 還是更多 而且啊 透過DECO Mesh 組成的網狀網路 讓你同時享有 2.5Gbps的高速有線網路 又同時啊 能夠享受啊 無縫連接的一個Wi-Fi 6無線網路 而且啊 在每個DECO X50 Pro呢 都自帶兩個2.5Gbps的網路孔的前提之下 你在有線網路的一個速度 切換上會更加的舒服 當然DECO Mesh 它也有支援Wi-Fi 6無線網路孔 它也有支援Wi-Fi 6無線網路孔 這台 DECO X175 Pro 不過啊 跟阿球 AX195 一樣啊 這台啊 它也只有個2.5Gbps的網路孔 要嘛 我是透過無線網路去連接啊 兩個DECO 來使用2.5G網路 或又是啊 用DECO之間的那個有線網路來連接 雖然有更好的一個無線覆蓋 但就少了一個啊 可以接2.5Gbps的硬體 這就比較可惜的部分 不過啊 DECO Mesh Wi-Fi 7版本 就非常讓人家驚艷了 尤其是入門款的 DECO B65 可以說是 超高性價別 Wi-Fi 7 Mesh的一個產品 單機身就有4個 2.5Gbps的網路孔 再搭配啊 高速Wi-Fi 7無線網路 就完整發揮了2.5Gbps的完整實力 當然啊 也是有搭載 10Gbps的這台 哇 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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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叉連閃道 噢 DECO D1185 它的售價自然就會拉到非常非常高 綜合以上的介紹呢 我們可以發現 在現階段 你要將內網提升到2.5Gbps的網速 老實說 花費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高 只要搭配交換器 就能用很低的價格來實現內網升級的效果 而外網的部分 則是要搭配更高的網速費率 以及合用的無線路由器 就能實現有線網路跟無線網路的雙升級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次到位 升級到10Gbps的內網速 也不是不行 但是付出的代價就比較高 你的網路線 你的網卡 你的設備 全部都要換 還不加上這些粒粒粒粒的費用 所以 10Gbps 雖然很美好 但是 現階段 2.5Gbps 才是真正的 無痛無腦升級 所以 如果有興趣升級的朋友 記得 把這一集 收集起來 照著阿達的推薦 跟著買 升級就對了 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種類型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的影片見 拜拜 選擇